来看30多年前 这起轰动全台的重案 坐在台北市河江街上的一对夫妻 居然被他们的女婿 在屋内杀害分尸 这么重大的一个案件之后 这间凶宅并没有卖出去 反而是屋主的小儿子 就搬回来父母的葬身之地 继续住着 过着有一餐 每一餐的生活 左邻右舍都很同情他的处境 我们实际来到河江街拜访 这名男子却说 早就已经不在世上的爸爸妈妈 有回来找过他 这要怎么解释呢 另外说到了凶宅的诡异传说 那还真不少 在台中的这间房子 前前后后一共有六个住客 都死在房子里面 而最诡异的是 这六个人都是在同一个地方 而且还是用同一种的方式 来结束自己的信命 是巧合吗 好像也说不过去 难道真的像街坊邻居说的 这间房子被诅咒了 马上来一探究计 女姐突然在开会的时候站起来 双手在空中揮舞 嘴里不断发出男性敌吼声 旁边的同事吓到说不出话来 但是他们心里有数 女子可能共享大麻烦 打开她就不看到说她的转重 你这个厕子头就已经加重了 你那边拍摄 人家看就没要买 我来偷偷的 把它解开了拿去丢掉好了 不过是解开一条绳索 究竟招谁有谁 原来故事背后有一段伤心往事 因为前屋主就在这个透天措的 一个转角当中上吊自杀 后面荒废就没躲了 她的子女堵物思亲 也没担心 但是每次看到这个透天措 她就很伤心 后面就叫她伤心透天措 她准备来买那时候 补这个阿冠要去带看一阵 都没说 说得很清楚 从事房中的女子阿冠 根本就不知道透天措发生什么事 没想到一个无心的动作 经过自己带来这么大的灾难 轻身上吊的这种绳子 是不可以随便碰的 因为它上面充满了怨气 甚至充满了煞气 所以你碰了之后 这个煞气这个怨气 就容易卡到我们这个洋人身上 真的卡到煞气吗 接下来科学难以解释的现象 陆续发生 当天晚上女房仲回到公司后 就低头坐在位置上 过一会主管过去拍拍她 这么告诉女房仲 原本眼神呆滞 一动也不动的女房仲 慢慢地跟着主管走进会议室 开门 那惨白的脸 可把同事给吓坏了 没多久 女房仲莫名挥舞 发出类似男人的声音 其他同事都惊讶地看着她 更诡异令人不解的是 当天晚上 另一位同事送她回家的时候 女房仲的妈妈 早就等在门口 一看到女儿 就对着她疯狂怒吼 你谁 为什么要在我们家 走开 为什么要见证先在我们家 不可以 走 走 这一毫事情结束了吗 两天之后 这个阿冠就办理离职了 三个月后 她的这个老同事 想再联络一下 电话不通 只好打电话到她家 阿冠的妈妈接到这个电话说 阿冠已经放心了 这会不会太邪门啊 一个无心动作 竟要一名年轻女子的人生 就此画下句点 这个煞没有送干净 十几年来越激越深 难怪会出事 事不宜迟 今晚开谈 这个煞气就會跟着这个人 那往往这个人 就會有一些很奇怪的动作 或者是很负面的思考 卡在这个人身上 難道就像彰化善罵掌的习俗 亲生者遗留下了绳索 非要送到海边烧化 才能驱邪除煞 否则漢事就会一再发生 中部一位房仲 他在网路分享一段 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 地点就发生在东海商圈附近 屋主说 我会不骗你 这是一间你们所谓的 业界讲的凶宅 因为他的房客 就在这个 这间房间里面上吊自杀 而且是有六个 他听了吓一道跳 然后他在后面讲 他跟把他吓死了 为什么 他说这不仅是六个上吊生活 而且都还是同一个地方 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就得从第一个房客开始说起 房东觉得不对劲 直接打电话找这名房客 奇怪 怎么没有人接电话 您拨的电话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没有看简讯好了 电话不接 就传简讯 不过等了好几天 对方依旧没有任何回应 结果他就发现事情不寻常 陪同警方一样登门造访 一打开 屍气扑鼻而来 那晚来他已经也是上吊身亡 吊回的是 选择上吊的位置是 物魔一样的 房东简直快崩溃 怎么会发生这么离奇的事 屋主因为只有做超渡的这个动作 超渡是把这个过世的人超渡掉 但是煞气并没有解除掉 真如命理老师所言 房子内充满煞气吗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更令人头皮发麻 后面每次都有办法 每次都有整理 每次再租出去 这样的过程当中 总共连第一个到后面那个 一共是六个人 同一个地方上吊 同一个地方身亡 难以解释的离奇 让警方不禁怀疑 是不是屋主再搞鬼 屋主喊怨的同时 决定不再出租 让房子空在那边 不过诡异的事情 没有因此落幕 沒有啊 楼下的这个住户呢 也说上面常常传来这个 用力的这个踏地板的声音 甚至拖着这个椅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顶楼那边门一打开的时候 发现两年没做啊 其实它从这个门口到阳台那边 都是厚厚的一层灰层 连一个脚步银翼都没有啦 声音从何而来 鄰居看到的又是什么 至今无解 屋主最后决定房子不租也不卖 以免出现第七个亲生者 说到了凶宅 很多屋主几乎都急着想脱手 但也有人留着自己住 只因为不舍 我们先把时间拨回民国75年 当时震惊社会的河江街 分尸命案 女婿陈云灰因为觊觎怨父母的家产 杀人为师 其实当场 两人就已经毙命了 后面她一步做二步休 把她拖到了这个浴室之后 因为她做过屠宰业 拿那个刀刀 屠刀 就把两人分解成32块 装入了两大袋的旅行箱里面 行凶之后 陈云灰还在凶案现场 故步以正 当天晚上 死者小儿子提前回来 他觉得陈云灰行为诡异 又发现地板上有血迹 他觉得不对劲趁机报警 此时凶嫌陈云灰早就落跑 后来警方果然在庄信 老夫妇的房内 找到两个人的尸块 小儿子目睹这一切 身心受到严重打击 从此一个人独居在此 庄先生 你在睡觉 你有没有吃午餐 我们东森的记者 你有没有吃午餐 有 你没有吃的话我下去帮你买面 这一段是十几年前 庄文辉接受东森记者采访的画面 现在他是否依照守在 爸妈遇害的房子里 我们重回案发现场 邻居低调不想多谈 甚至说这房子早就没有忍住了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没错 眼前这位棚头垢面的男子 就是庄家的小儿子庄文辉 打了招呼 他带着我们走进他守候三十多年的家 一进门却发现 天啊 满屋的垃圾夹杂了恶臭味 环境脏到不行 不过庄先生坚持不离开这个家 你留在这边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为了整个家庭 可是现在家只剩你一个人啊 一个人 没关系 只要人家喜欢 不舍 其实还包含了这个原因 他市场 差不多至少有三千到五千只字 你是有亲眼看到他们 还是是在梦中 那不是梦中 他是基本上他都有一个来意的 这个来意不是不好的 都是很不错的 他们有没有告诉你什么事情 没有 只是他们生活还好 你的毛笔在后面啦 庄大哥 我知道啊 你家旁边有毛笔耶 有 有毛笔 因为他是说他写过了 是啊 庄先生说他不孤单 因为爸妈常带朋友回来 家里可热闹得很 即使这样的环境 在我们看来 根本就不像一个家 哇 可是你现在怎么睡觉 这个东西不会冷啊 不会 你知道睡哪里 是 不过对庄先生来说 他快乐地活在这个小天地中 他保留当初的原貌 也在父母的房间上了锁 而当初妹是用来烹煮岳母心脏的锅子 庄先生还留着拿来煮食物 他说人生活到七十几岁也够了 恨吗 他说放下了 心中留下的只有怀念 过去就发生 真的还好好的 就这样生活就是 全台湾有数不尽的凶宅 但是要说最有名的 就是这间洪若潭 应该是没有争议 19年前 住在彰化的洪若潭一家五口 突然人间蒸发 翻遍了整个豪宅 找到了一封遗书 内容提到全家人已经共赴皇权 这是洪若潭自己写的吗 他过着人人称宪的生活 住豪宅开名车 夫妻感情和睦 到底是亲生还是谋杀 警方要找到蛛丝马迹 直到发现院子里头 有个大大的焚化炉 打开门会有答案吗 2001年深秋 全台湾都在关注彰化二林镇 发生的一起案件 一时间小镇上挤满了媒体记者 还有来看热闹的人 不过全都被挡在这道高耸的围墙外头 被封锁的宅院里 发生什么事 其实洪若潭命案到目前为止 你说确切的一个案发原因 或者是为什么这五口人 就这样不见了 这个到目前为止警方说真的 也没有很确切的答案 发生案件是9月5号那一天 因为洪若潭他家本来是做交代 跟贴纸工厂 他估障就是说公司也算票 快要跳票了 没有人去处理 要找这个洪先生 找负责人来处理 后来他们估障跟公司的一个总经理 他们跳围墙进去 一进去没有半个人 3000坪的宅月安静的让人发毛 绕了一大圈 只找到更让人害怕的东西 所以他们进去之后就很奇怪 就直冲那个房子的那个屋子里面 一进去之后 竟然在那个神明桌 客厅 还甚至主卧室里面 什么人都没有 可是就在这三个地方找到了遗书 遗书内容大略是 家家有本难验的基因 因为家庭失和和对政局失望 带着家人一起走上绝路 洪若潭一家五口疑似自焚死亡案件 警方虽然在现场找到遗书 但是案情疑点并没有获得解答 就算遗书内容写得再详细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洪家五口若是真的走上绝路 也要等看到遗体才能够确认 整个洪若潭的那个豪宅 3000多坪的豪宅全部都封锁 开始要仔细收正啊 可是找了半天 人呢 奇怪了 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 全都翻片了 就是找不到 直到行警在庭院 发现一个很不寻常的东西 家里突然会有多了一个 我们以前行案 完全没有看过的焚化炉 那当然引起我们的 这个无限的这个想像啊 谁家里会买个焚化炉在家里 这个就很吊诡的一件事情 这个焚化炉的长度是240公分 高跟宽是170公分 表示这个焚化炉虽然是小型的 可是对一个家庭来讲的话 要烧任何东西都绰绰有余 怎么会有一个新的焚化炉在这边 他们就开始对焚化炉产生了好奇 对… 因为为什么 他从外观这样先看的时候 他发现说 这个焚化炉的旁边 那个炉门四周 竟然有熏黑的那个迹象 就表示这个焚化炉最近有烧过 转转转转打开门一看 见到的景象 吓坏了这场所有人 不开还好 一开的话 现场所有人都傻了 门一打开之后 里面竟然有两具烧黑的尸体 竟然还交叠在一起 躺在里面的会是洪若潭 还有他的妻子姚宝月吗 踩到有一滴血 那一滴血 我记得比对出来是姚女士的 红豆坛有点趴着 保护着姚宝月的那种形态 那因为姚宝月在底下 它的焚烧的情况是比较严重 所以几乎它的 大概颈部以下 大概都已经烧成灰了 那红豆坛的部分 大概还可以看得出来 大概胸部以上 大概都还没有燃烧得完全 红豆坛的部分 我们把它的气管去做切开 那有发现到有一些积碳 那积碳表示说 在死亡当时 它是还有呼吸的 既然采集到了DNA 几乎可以确定 分化炉里头的就是 洪若潭和姚宝月 只不过警方反复推敲 想立出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携手走上绝路 说起洪若潭 他在附近一带 可以说是小有名气 超过3000坪的豪华宅月 可不是谁都买得戏 出入靠名车代步 还养了几只冠军狼犬 这样人人呈现的生活 又能让他用如此激烈的手段 告别世界的理由吗 有说我只要去找 要吃一份 吃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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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整理一下 进去里面 但是在平常的话 他都门都关起来 他没有开 很少开 当了多年邻居 对他还是不怎么熟悉 完美主义 注重隐私 几乎每一个人 看到洪若潭都会提到 除了这些特质外 他的生活 仿佛被照上了一层厚重的沙 无法亏损 他那个人是 也是很有主见的人 很完美的人 这份执着帮助他在生意上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而讽刺的是 或许也因为这份执着 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他遗书里面其实对 很多家庭是不满的 家庭现况 因为邀宝月是他续弦再娶的 可是他心里面又充满了说 讲洪若潭就讲说他自己的父母 还分化他夫妻两个跟小孩的感情 乡里对于洪家发生悲剧 感到意外却不惊讶 邻居认为这样结束 很符合他的行事风格 关于洪若潭的闲言闲语 没有一刻停过 不许无形中成为压垮他的 最后一根稻草 不断累积最终爆发 洪若潭选择以最激烈的手段告别 就算要走 也要符合他的完美主义 随着刑警不断深入 挖掘出更多洪若潭 让人细思极恐的亲身剧本 也没有看过说 谁会这么费工夫 然后花六十几万 然后在家里做这个 当然会心里奇异 要抹消自己 选择用几千度的高温烧个金光 为此还特别定制焚化炉 并且拟定了一套周翔的亲身计划 老板也有回忆说 你干嘛买这个东西 他说他家里有种大王椰子这些 还有养一些动物 就直接在家里这样烧一烧 所以他当时也不以为意 外头可以控制就是说 你跑到里面去的时候 他在三至五分钟以内 他可以燃烧机可以自动点火 他就自己点火 那个炉体的炉本是从外头关的 你硬要自己从里头把它关起来也可以 那在9月2号的下午的时候 那业者也接到红肉团的电话 说他在试着焚烧两只狗 焚烧两只狗 那因为火池跟烟太大 会烧到这个旁边的椰子树 那怎么样解决 那业者也教他说这个 把中风的风量把它开打 这卖红包炉给他的老板 他激动地讲了一句说 如果知道他要拿来自杀 我这笔钱我真的不忍心赚 定制焚烧炉时 向老板要求加装自动点火功能 案发之后他回想起来 这个举动就是为了亲身做准备 让他们有时间可以躺进焚烧炉里 但红肉团汗妻子的遗体 本该化成灰啊 怎么会留下残骸 他们有做一个合理的解释 因为在现场还发现了 地上有铁丝 一捆一捆的铁丝跟老虎钳 而且他们在那个门上面 竟然从里面有一根铁丝 是绑在门外 再伸到门旁边这样进来 就在红肉团身体旁边 他们就当作讲说 你看他可能把他老婆迷婚之后 他进 他也自己 帮自己打了迷藥之后进去 他没有办法从外面 把整个焚烧炉的门锁起来 那他怎么办 弄铁丝嘛 捆绑之后他进去 就在里面拉铁丝啊 盡量把他拉紧之后 知道这条铁丝 后来就变成警方论的推论 觉得说应该是红肉团 他为了要亲身之后 他弄的也可以解释说 为什么他的尸体 到这个下半身 是没有完全烧炭化 最主要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这样一切都说得通 至少还有一点 三个小孩子去拿底了 如果真的按照遗书内容所写 已经烧了撒上大海 证据呢 鸿肉团和前妻有三个小孩 目前分别在上大学 研究所和工作 可是红肉团的遗书中写着 再取得不到家人的谅解 三个成年的小孩 都已经根据意愿 将骨灰洒向大海 这真的就表示 三个已经是大人的红肉团子女 全数离开人世吗 后来警方在他们家找到那几滴 小滴的那个喷溅血迹的时候 那个时候警方就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财政 一个突破 案情突破 为什么 因为他这种喷溅的血迹 有可能就是用注射针子 有用力拿那个针筒刺下去之后 血液喷溅出来 流下来的那个痕迹 所以才会推论说 是不是红肉团 觉得说小孩子不答应跟我一起走 那我就用这种方式 那这个案子说实在话 就是因为没有直接证据 因为都是推论 都是一些推论 即使这些推论 跟这些间接证据看起来 相当的完美 而且故事相当的完整 可是说实在话 因为我们缺乏直接证据的话 所以这个答案 最终的答案 我们也只能说 最终的答案只能是一个谜团 看到这边 您可能会好奇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问号没有解开 但是却出现了不少的诡异传言 有人说听到红肉团生前 养的冠军狼犬在夜里嚎叫 有人说在宅院 看到红肉团的生意 就连警方调查都碰上怪事 虽然种种传闻不断 这千瓶的豪宅 还是被一位医师给卖了下来 难道他一点都不怕吗 我呢也实际到这边 住了一个晚上 跟着镜头来看看 发生了什么事情 洪若潭他留下的遗书 他巨细迷移去讲出 他为什么今天要死亡 而且他还担心这个遗书 大家看不到 他还寄给他的妹妹 一个即将死亡的人 他心情这么差 然后他为什么要这么急着 把他整个他设想好 我要特别讲 我要特别引号 设想好的剧情 公诸于世 那代表有可能实际上的剧情 跟这个或许有些落差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很有趣的事情 红岸监记的波澜 并没有随着判决 障碍落定而平息 甚至有不少阴谋论 慢慢浮出水面 确实在这整个案子里面 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是没有外力介入 既然没有外力介入 唯一能够解释的 就是他们自己情深 自己想要走 那走的时候那小孩子呢 皇家老大是研究所新生 二儿子在父亲 开设的公司上班 小女儿则是在台南念书 三个年轻人 有这么轻易放弃即将 开始的美好人生 走上绝路吗 我说实在话 三名已经成年的小孩子的时候 他的个性 会不会跟他爸爸一样 他爸爸今天如果跟他 要求他说 我们的生活不好 我们作为来照 或者说到天堂 或者到另一个世界 我们全家在团聚在一起 会不会是这样不知道 可是依照我们人性 来判断的话 年轻人他们对这种 很容易想要轻生的那种念头 而且是一起共赴皇权的想法 应该是不大可能会接受的 警方在调查 洪家大宅的时候发现 全家人的文件 还有书信都消失了 连照片都一张不留 全被洪若潭烧毁 因此也出现三个小孩子 没死的传言 为什么家里的东西 都要让他消失 那有可能就是 他遇到人生一些很重大的 一些压力 他希望他自己活不下去 但他希望他的小孩 可以重新改造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们合理怀疑 小孩子可能人在国外 只不过当时全台湾都在关注 这起案件 他们真能躲过天罗地网 不被发现远走高飞吗 你今天小孩子中走 两个管道 第一个管道 正常的出国方式 那你的护照 你的出入境记录 完全没有 那你说偷渡 那你偷渡的话 你到人生必不熟的地方 你要有一大笔资产 可以让三个小孩子到外国避难 这也是很大的问题 除了洪家三个孩子的生死之谜 让香利议论分分外 在案件结束调查后 就被封闭的三千匹大宅院 也变成附近居民 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 洪若潭在世时 就大门深锁 充满未知的大宅 在他死后 更是出现不少传说 發生没多久之后 你会发现 他们家那些狼狗不是不见的吗 不是也被洪若潭用风化炉烧了吗 可是你知道就在案发 就是事发之后的一个多礼拜 就一直投契那天晚上 附近邻居是听到 他们家传出狼狗的嚎叫声 那狼狗从哪里来 一个命案现场已经被封锁了 为什么邻居会有狗叫声 另外我们也听过说 这边曾经有其他的人来住的时候 发现客厅有一个男生睡在那边 然后还有翻身的这些动作 可是细问之下才发现 新典的人数 不应该有人当天是睡在客厅上面的 那也被怀疑说是不是 红肉潭他回来的这种现象 夜半冠军犬的嚎叫 还有徘徊不去的屋主 就连当时警方办案的时候 也有碰上无法解释的现象 你说这些人可能就是 大家邻居会声会影 在误传或是遥传或怎样 或是讲一些邻居故事 可是包括连警方都发生过 遗书里面不是写到说 三个小孩子的骨灰被他撒向大海 那他们就要从现场去击证 那个车子有没有海沙的反应 才刚要开始砍业 没想到却发生怪事 有一次警方他们进去查的时候 更夸张的是东西都弄好了 准备要进去查的时候 那个铁门 自动铁门就关起来 没有人按到遥控器 为什么铁门会直接关起来 好啦 你说因为那个遥控器故障 电子仪器会故障 那故障也就算了 好 那这次他们 他们顺利进去车子里面 那个车库里面 要开始对车子进行相验的时候 要进行检验的时候 你知道 只要采证过程之中 那个车子 已经很久没有人发动那台车子了 已经成了静止状态这么久 那个车子竟然自己会抖动 抖动也就算了 他们的一些里面内部机油 竟然会喷出来 喷的到处都是机油 说实在 警方对这种事情 也是尽怪不怪 他们也知道说是这样的话 而且加上铁门 接下来又是喷机油的话 他们就有人就讲说 洪洛团不高兴 就像是病毒扩散 洪家大宅灵异的传闻从没断过 被贴上熊宅标签 价格再低都没人敢接手 直到他的出现 穿着白色T恤 一身轻便 他就是买下洪家熊宅的 退休医师李世杰 从侧门进到豪宅 一路上得拨开杂草和枯木 尽管屋子荒废 增添许多神秘感 但是李医师对这里的环境很满意 2006年 一位退休医师李世杰 摆下这间许多人视为鬼屋的宏宅 还在中秋节举办考课晚会 跟前任屋主的作风 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我是觉得说李医师这个人 来这边他也不会忌为什么 也不会说 跟着家庭都 就是有一个 好像说好养的家庭 说怕人家来了怎样 他地方上什么他都邀请这样 他在地方也是得任何的 每个人都好 许多人对这位李医师充满好奇 觉得他会不会是脑袋有问题 才会想买下洪若潭兄宅 第一眼见到李医师 会被他的豪放给震惊 赤裸上身穿条短裤 在宅院里修剪落叶 以这样的装扮 引接记者的到来 这个门还是一样 都是原货 很好啊 都是这样子 原装货 波鱼 不晓得它的设计 反正就是这样子 这些东西都是原装的 椅子是我买的 跟着李医师的脚步进到房内 他说承设就跟当年洪若潭 还在的时候一样 几乎没有改变 李医师有对里面 做过什么样子的改变吗 没有 床铺也不变 当然棉被是要变 枕头是有变的 就是床铺不变 李医师就睡在洪若潭 曾经睡过的床上 实在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谈起洪若潭 还有这间宅子 李医师的画匣子 就停不下来 在这个事情以前 惟若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 那我一问 到了门口一看 哇 这个宅院 看到这个围墙就是 那应该是我的了 我要了 我要了 要定了 所以再花了两年时间 把它拿下来 我认为他为这个宅院 花得太大的心血 真的太大 所以说我的观念 他可能不愿意人家进来 接收他的东西 只是他没有算算 有一个从台北来的 一个怪怪的医生 爱得要死 真的爱得不得了 而且越住越爱 第一眼见到就爱上 就算是这样 难道都不会怕吗 想想你就知道 日本的鬼是什么样子 美国鬼是什么样子 中国鬼又不一样 每一省的中国的鬼又不一样 每个鬼都不一样 到底哪个才是鬼 到底谁看过 就是个标准的无神论者 对宏家灭门事件 李医师也有属于自己的一套见解 我认为三个小孩都在 甚至那两个老的也在 我的观念里面 因为他留的东西太用心 你知道太用心 反而会露出马脚 完全太完美了 一定有缺点 一听到有人要来采访 李医师在电话那头马上问 要不要来体验看看住凶宅 实证一下闹鬼的传闻 到底是真是假 在一番考虑之后 记者也决定来一看究竟 一夜过去了 并没有碰上什么诡异现象 一觉到天亮 或许只要心存正念 就能不怕夜半敲门声 红岸发生至今过了这么多年 许多谜团依旧没有解开 而谣言却是不灭的 久久不散 问一百个人 可能听到一百零一种回答 或许就如同李医师所说 比鬼更可怕的是 深不见底的人心 接下来要带您走访 传说中台北市最阴森的大楼之一 它的格局非常的特别 让不少电影都特地跑来这里取景 为什么说这栋大楼恐怖呢 原因就出展会有很多 根本不是住在这里的人 都会选择在此地亲身 而且还不只是这样 在2004年 这里就发生了一起震惊社会的案件 有一个老妇人被人发现 她裸身沉湿在电梯警里 但是说也奇怪 警方原判 这位老妇人 她是踩空掉下去 然后衣服被电梯给勾破的 但是在现场却找不到任何衣物的碎片 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起前进传说中的猛鬼大楼 揭开真相 因为这边它就是属于西门町 现在目前降到六印半的地理的位置 就是以前是七印半的 降到六印半 原因是因为整个大印 就是来来换店那一段时间挖地基 那个大印整个融蟹整个挖掉了 那挖破掉 他整个好印跑到幸运前行 事情就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宁静夜晚 一名老兵准备回到位于都市闹区的家中 没想到忘记带钥匙 安店领请住户帮忙 却没有人愿意离回 他只好攀爬外墙却不胜失足 发生意外从高处摔下身亡 从此以后整栋大厦就像受到诅咒一般 状况连连 意外现场围起了封锁线 离奇的状况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城市的地点竟然在地下一楼的电梯底部记坐 台北市万华区西宁国宅的住户 突然听到有女子哀嚎求救的声音 太难了 我叫人家大 проп 當年發生意外的地點 就是屋齡超過30年的 台北市西林國宅 它位於交通要到 緊鄰熱鬧的西門町 卻是都市傳說中 有名的猛鬼大廈 原因就出在5樓以上的國宅 至少超過30條人命 在此喪生 包括意外J樓 琴神跳樓 收探以及不明原因 暴斃等離奇狀況 意外現場圍擊了封鎖線 離奇的狀況 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因為屍體城市的地點 竟然在地下一樓的 電梯底部起座 不可能會跑到裡面去 天啊怎麼跑到一樓出 一樓可能是電梯換腰 要直到踏空 對 相傳每到深夜 這裡的電梯不時就會故障 而且只要有人搭乘 就會自動先到地下三樓 初步推斷 老太太會沉濕在電梯底部 有可能是電梯故障 踩空衰落裡面 但是現場疑點重重 第一 死者全身赤裸 衣服 褲子都沒有穿 卻有一件衣服 將臉部完整蓋住 不合常理 1.2 電梯箱裡還卡著一件疑似 死者的衣服和雨傘 如果死者是失足摔死 衣服的位置不合邏輯 像那個快速追蹤大樓 他當初在蓋的時候 是壓到五軌線 那壓到五軌線 以正常洋宅去壓到五軌線 等於是說 追蹤大樓的發展性 就會比較 就會越來越不好 早期新名國宅靈異事件 層出不窮 尤其在1993年 三個月內一連發生 三起J樓案件 7月初才有老榮林酒病厭視 從頂樓跳樓輕生 7月下旬四樓的交通大隊 也發生一起酒駕嫌犯 在坐筆駱時跳樓的意外 幸好摔到二樓遮雨棚保住一命 他就把他跳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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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喔 比這就是這樣 但人就是這樣啦 說不得說啦 還有一名男子疑似因為情緒不穩 加上找不到工作 從頂樓墜落到一樓的派出所前 當場慘死 這三起兩死一傷的事件 都不是當地住戶 更讓人心生恐懼 這是以前的住戶 你看當地住戶 什麼意思 我也知道 我誰開門進來 我誰開門進來 是喔 這座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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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 其實一樓會有派出所作證 據說也是當初非自然死亡事件層出不窮 在住戶的強烈要求下 北市府把派出所搬遷到這裡 希望能改善狀況 沒想到連警務人員也遇到難以解釋的現象 我們一直覺得很奇怪 台北市那麼多大樓 為什麼就是這個管區的大樓 特別容易出事情 那到後來我們加強去防範去管制的時候 事情才變得比較少一點 相傳當時一名老員警透露 當年的寢室有太多同仁反應 沒開空調就相當寒冷 還有員警睡醒發現 自己的頭腳轉了180度 腳上還有清晰的瘀青手掌印 許多案件加上莫名的狀況發生 讓影響風水之說不盡而走 環河快是大陸追條龍 整個緩爆 緩爆 緩攻 緩攻又緩爆 從台北車站那個地方過來就開始緩攻 整個爬上去追條龍爬上去就變成緩爆 那緩爆這樣造成它被框住了 陰氣 陰煞 萬一有問題的陰氣 框在裡面就跑不出去 就變成無法氣投胎 就會在裡面就會變成一直在擾亂 那個墳我們人 晚生死掉之後 它從什麼地方跳樓下來 那個墳沒有引導出去 沒辦法注意 許多事件發生奇怪的傳聞更是眾說紛紜 有人說只要大樓門口的樹木經過修剪 過不久就會有人出事 也有人說這裡的地址出了問題 新名南路4號 四汗溪都是台灣人相當忌諱的諧音 才會接連發生不幸的事故 因為它這一塊大樓的方向 的堅緯度 當初在蓋的時候就是有問題嘛 那問題的話 因為有些不懂 有些基督教人 有些天主教人 可能沒有辦法去一致的相信 那附近旁邊這個洛陽停車場 太大了 不可能把它打掉 就變成附近的大樓有問題的大樓 要自己去保護自己 我搬進來 我當然要先來觀察 關切密道 順便包 後來派出所遠景無不繃緊神經 曾經救下一名妙齡女子 她獲救後表示 原本是陪男友在西門町逛街 卻被一股莫名力量牽引 不知不覺走到國宅樓下 搭乘電梯直上頂樓 爬上女兒牆望著下方時 竟然看到許多人 不停地向她著手 這些幻覺 它是所謂的四幻覺 它沒有好壞對錯是非 因為它不是你自己可以選擇的 因為它多半都是天生的 跟基因相關的比例 占得非常的高 可能裡面要放一些所謂的 一朝歐木三十四土五洪水 應該要朝著這五個地方 把它整個鎮壓 鎮壓的話這一棟大樓 事情就會慢慢的慢慢的變少 民國八十一年捷運動工 中華商場十天內移為平地 絕大部分的電子商家 為了延續商場精神 紛紛以往靠近中華路的 西寧國宅 主成西寧電子廣場 但生意好嗎 從外觀就可以知道 實際走訪西寧國宅 朝期中華商場拆遷後 就有部分販售音響 以及數位電子產品的店家 移到這裡 曾經風光一時 雖然後來因為商圈轉移 逐漸沒落 但五樓到十六樓的出租國宅 即使傳聞紛紛擾擾 但使用空間大 交通方便租金便宜 還是有不少民眾苦苦等待入住 十年前排隊 我現在住這個住戶 當然她要搬家 她有先搬家 我才能租進來 由於一樓的西寧市場 屬於開放空間 人員難以管制 但西寧國宅近年在天井設網 頂樓女兒牆也加裝欄杆 更陸續舉辦大型法會 上次發生事故已經是十年前 也讓曾經有名的猛鬼大廈 成為神秘的都市傳說 好 我 我 有 誰 有 中文字幕——YK